這個就是AIT的前高雄處的處長 我故意出來助攻陳其邁 我聽說話嘛 我拿時間給你看 這個就故意的嘛 我把時間弄給大家看 很清楚嘛 韓國瑜的三三大會戰 10月26 10月8號 11月14號 他在11月11號PO臉書啊 那其實他早就離開 2017年就離開AIT了 那我為什麼要這個時候PO臉書 我為什麼要在高雄 韓國瑜那這樣 高雄又老又窮嘛 我一瓶礦學水 從頭卷到尾嘛 那AIT出來助攻啊 沒有啊 高雄哪有很窮 我可以給你看啊 他就在齊山之後PO了臉書 綠色媒體欣喜若狂啊 你看AIT 聽起來啊 挺成親麥 這很敏忍耶 所以我說這次韓國瑜他要去這個 這個美國訪問 我認為是各具所願意的 昨天那個江啟成有講 說馬總統當年跟這個 這個哈佛大學用視訊 因為總統 我們只要當選總統 就不能再去美國了 真的有監看 對對對 就去華盛頓訪問會比較敏感 所以他去用視訊 那我請問大家 韓國瑜為什麼不用視訊 你五個大學教授都相當盛歡了 都講完了 你去跟學生演講 現在的科技 我視訊有什麼 這不是問題 他就是 觀眾朋友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啦 反之亦然啦 我就是故意要去美國啦 人家來邀請我就 你們這麼曾邀請我就去 韓國瑜他當然知道 美國之音的老闆是誰嘛 也當然知道哈佛大學這五個教授來 我請問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臺灣的這個官司長裡面 包括柯P六都一樣 誰的人口最多 好友誼啊 誰拿的票最多也是一百多萬票 你為什麼要故意找韓國瑜 你就鎖定他說 請你到我們哈佛大學來演講 為什麼 就是因為美國說你可能會定 可能會算 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我的結論 就是說我認為韓國瑜到美國的這個訪問 是一個2020可能參選的起手式 那我這邊呼籲韓粉跟韓非 不要不要急 韓粉跟韓黑 因為下禮拜就過年了 大家好好的過農曆春節 等他從美國回來之後 會更明朗